社团法人台中市水邦于公益协会 在立委复昆旗的引戒之下 捐赠了两万七千金的白米 给花莲有五个乡镇市公所 22号是来到了新城乡公所进行捐赠仪式 在睡末之际关怀花莲现金内的弱势家庭 来自台中市的水邦于公益协会 会来到花莲进行关怀 21号则是前往立委复昆旗花莲服务处进行拜会 并且带来两万七千台金白米来捐赠给花莲现金内的弱势家庭 略复昆旗也自证感谢壮来感谢他们的爱心 而首要一朝则是前往新城乡公所 台中市水邦于公益协会理事长朗汉祥 带领着李监士和志工们 从大卡车上把白米抬下来 捐赠给新城乡公所和常关运务院的幼童们来进行关怀 这次来花莲办这个白米故事 我都是为了要帮助一些弱势的家庭 今天非常感谢台中市水邦于公益协会的团理事长 带了我们36位公益协会的成员 捐赴了4500斤的白米 以及450串的卫生纸 给我们新城乡的中低送入户的乡亲 在这里谨代表副分级委员的服务处 非常感谢我们公益协会以及我们阮理事长 非常感谢 除了我们新城乡以外 其实我了解我们群县都有 非常感谢他们 再次感谢 这段法兰台中市水邦于公益协会理事长阮汉祥表示 这次是透过立委扶货人旗的引荐 前往新城乡公所等5个乡真室来进行捐赠白米 希望这份爱心让乡亲的弱势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得永远千万不倒 再次感谢